10月29日,据西浪港股报道,中国移动上周累计跌于6%,现金再次受挫,现价下跌1.3%,报期12.1元,成交约45万股,设资3266万元。 据西,三大运营商取消了国内手机流量慢油费后,中国移动第三季度的服务收入暗年下跌3%。 10月23日,瑞银集团发表报告,将中国移动目标价由94港元较至92港元,维持买入评级。 报告表示,中国移动第三季度收入下跌3%,并非完全超出预期,因为公司在无限应务方面有较多发展,而这部分进入期内受到取消慢油数据收费及竞争机率的影响。 展望第四季,中国移动将在一次性资产出售所得的120亿元人民币收益中得利,因此继续预期下半年存利,将会按年增长3%。 值得注意的是,瑞士现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,简称瑞信也下调中国移动目标价,由92.10元下降至82.5元,拼级由考营大市下调至中性。 近期出现的股价下跌和业绩同比效滑情况,对于营收规模持续增长的中国移动来说实属罕见,这都是取消流量漫游费的货码。 10月22日,中国移动在港交所发布前三季财务报告,报告表示由于前三季赌市场竞争激烈,流量价值快速下降,以及7月期取消慢游费使其明显减少了收入。 另外大流量低资费套餐竞争加剧,导致流量价值快速下降。 中国移动通信服务收入增长面临巨大压力。 据数据显示,中国移动2018年前9个月,应运收入为人民币5677亿元,比上年同期下降0.3%,净利润为人民币950亿元,比上年同期增长3.1%,这是中国移动2014年以来首次出现营收下滑的情况。 据了解,依赖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,中国移动营收规模持续增长。 回顾中国移动自2012年以来财报数据,出现业绩同比下滑的情况极其罕见。 近期另外一件令人惊讶的是,2018年4月,中国移动4次用户出现负增长,这在三大运营商中耶稣首次。 好在此后进入了上升通道,但是自2018年7月1日起,三大运营商取消了国内手机流量漫游费。 手机用户的审内流量、升机,为国内流量、布韩港澳台流量。 流量资费得以下降,这无疑影响到了相关企业的业绩表现。 而更让中国移动感到压力的是,近来中国联通,中国电信在无限流量套餐,互联网定制套餐方面强势发力。 让中国移动陷入用户增长与人均收入的两难抉择,尤其是中国联通与腾讯合作的网抢系列套餐,给中国移动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 根据最新财报,中国联通2018年前散季度营收2197亿元,同比增长6.77%,净利润非人民币34.70亿元,比去年同期增长164.5%。 在此次财报中,中国联通还表示将继续推广大流量套餐,努力以博力多销促进多赢。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,在中国移动2018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,中国移动董事长邵斌表示,但前移动市场竞争更趋激烈,流量价值在快速下降,行业内的互联网发展转型正在加快,营销服务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 中国移动方面表示,中国移动将转型投入不断加大,刚性支出持续增加,正在努力减少相关政策对业绩的影响。 据了解,从2018年5月开始,中国移动也开始加大流量套餐的推广力度,2018年6月,与中国移动宣布达成全面战略合作。 这是中国移动首次面向一家互联网公司,定制多应用流量,优惠产品。 综合字,新浪财经,金融解,每日经济新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